嘿,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Peter 今天这部影片 Peter会用很轻松的心情来跟各位朋友聊一聊 我们这个自律神经 情绪病,情绪低落 感觉身无可恋,很痛苦 一直很悲伤,这么多的负面情绪 为什么会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能量到底从何而来?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肉身,来到这个生命 就会体验到这种那么多的痛苦 而且还是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这种感觉 其实啊 这些病症 那么主要还是一个 因为我们跟真正的自然 Mother of Nature 跟自然失去连结的病 跟自然 彻底的失去连结 特别是今年 2024年的今天 我们的文明发展 我们的社会 人类人类行速了这么多的时间 行速到现在的这个文明 我们眼前在做的 耳朵在听的 眼睛在看的 在接收的资讯 每天我们 这个社交媒体给我们这么多的资讯 又多又杂 我们如何去process这些资讯 把它们变为我们可以用的一些资讯呢 所以文明发展到今天 文明发展到现在 我们彻底的跟自然 跟真正的真我 失去了连结 所以才幻化出 眼前的这么多病症 就像 我很多的影片都有提到 大家不知道如何吃 大家不知道如何吃 不知道吃什么 不知道怎么吃 不知道吃的频率应该要怎么做 那么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现象 因为以前 大家跟Modal of Nature的这个自然 连结非常的紧密 我们知道如何使用眼睛跟耳朵 还有知道如何使用我们的大脑 但如今 都被这个文明 给限制住了 并不是说文明发展 它本身有什么问题 但是科技化的这个当下 很多事情 我们必须要重新的 再平衡回来 那么 像 这个交通工具 非常的便利 有些朋友 可能就是开车开车 到 到这个上班的地点 然后停车 下车 就到工作的地点 那么 完全都没有 walking 没有走路的这个活动 没有走路的这个movement 因为走路对人体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说一天的走路的步数就变得不够 那进而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器官 还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自律神经 那么 那么再来 就是 吃饭 吃饭 Peter个人是很欣赏这个 法国人吃饭的一个方式 就是一餐饭吃两个小时 但是也许你会说 我们住在台湾 或者是 我们住在这个 中国 住在对岸 我们这种亚洲的社会 下行数的这种 模式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吃饭的 没错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什么才是 能够真正让我们身体变得有效率的行为 那就是吃一样 也是非常细嚼慢咽的去吃 才能提高我们身体的精神能量 那么这些一点一滴的细节 都是我们跟原本的自然连结的一个表征 那像我们这个瑜伽的知识 其实是在教我们这个肉身 如何去使用我们的身体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使用我们的身体 同等于我们没有认识自然 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宇宙行数出来的一个 等于是五感的一个接受器 我们透过这个肉身 眼耳鼻声声 有这样的一个感官 能够接收到光的讯息 接收到震动的讯息 并且转化出一个能够带动文明发展的一个意识 并且把这个文明往前推进 但是这个像现今的这个 特别是短视频手机 其实就跟50年代或者是60年代的这种电视很像 打开一直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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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变成一个pattern 变成一个模式 那这个短视频也是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所以我们大脑已经没有办法去 去真正的process 真正的去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脑不断的在接收这个讯息的overload 讯息量过载 而一直接收的同时 没有这个真正的意识 绝对一直没有开始运作 到底什么事 这个文明是怎么样行走 所以说我们久而久之 大脑就麻掉 无法使用大脑 无法使用大脑的同时 当这个痛苦来的时候 焦虑来的时候 或者是非常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大脑本身就去适应这个痛苦的这个能力就下降非常多 所以不断的进入这些恶性循环 不断的去 现在这个绝望的无底洞当中 其实跟我们现在文明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现在这个文明不是要你跟这个自然连结的深厚 因为你跟自然的连结很深厚 你就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 很多事情是做下去是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那这个代价来自于哪里呢 那就是现在 就是当下 所以其实这种情绪并低潮 没办法快乐 没办法开心 还是一样 是跟自然彻底失去的连结 那么如何才能与自然再次的连结呢 再次的接轨呢 这真的就是那一个字 就是静 先静下心来 静下心来 我们才能看到这世界的本貌 才能看清我们眼前的这个感受 是如此如此的渺小 那如果我们没有静下心来的话 我们永远看不到眼前的这个痛苦 或眼前的这个问题 它从什么地方来 它从什么地方来 所以 好观众朋友 一定要静 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本身的智慧会去探寻 眼前的这个痛苦 眼前的这个痛 不管是身体的痛 还是心里的不舒服 它会回到一个根源的部分 而那个根源 会让你明白 我们眼前的这个感觉 它是彻底 彻彻底底的一个虚向 一个虚幻 所以这个才是跟自然真实的连结 因为跟自然连结的越深厚 我们明白真正的自然 真正平静舒适的这个状态在哪里 好 那么 练习 很基本的练习 没有人在强调 因为没有商机 资本主义 不会因为这些 我们与自然连结 就会发展下去 对资本家没有任何的益处 练习如何睡 练习如何吃 练习如何动我们的身体 练习如何用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思维 去思考 而不是思考一个念头 不是依赖一个想法 而是会明白 想法时时刻刻都在变 它是虚幻不实的 那么 回到本人 练习瑜伽跟冥想 才能再次的与真正的自然 连结在一起 连结上了之后 我们会开始明白很多事情 都能够靠我们自身去调节了 而不是需要外界的 一个 support 需要外界的一个资助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那个绝对意识本身 绝对意识能够去修复 我们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疑问 好 那么今天Peter 很简短的跟朋友分享到这边 基本上 这个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很讨厌这样的感觉 还是一样 朋友 多多去感受 多多去 想 我用享受这个名词 可能太过于 怎么讲呢 就是太过于积极 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尝试着 每当这种暴风雨来的时候 不管是情绪的暴风雨 会让你要失控的暴风雨 或者是身体的暴风雨来的时候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静下心来 告诉自己 好 我现在就体验一下 就彻彻底底的去感受一下 最糟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们去感受它 乐意感受它 好 再来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 感受的越多 我们与真正的自然 连结的越深厚 因为暴风雨也是自然本身 它是来自于自然的能量 来自于自然 对抗自然的能量 好 那么今天 Peter就先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很简短的 只有 我的声音的 这个讲述的影片 能够对你有帮助 那么本频道 还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 自律神经 恐慌焦虑的 这些影片 还有瑜伽的影片 那都是 Peter 过往的 那么多年来的 这个情绪 并 经验 喜欢的朋友 可以参考 好 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 再会咯 拜拜 拜拜